各位朋友好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谈到了中美贸易大战 和由此引发的粮食危机 甚至是大饥荒 有很多的朋友非常感兴趣 我和原乡居士做的这两期节目 现在点击量加起来已经是十好几万了 很多朋友来私信跟我们讲 说是能不能够进一步的探讨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是关系到很多人的 很多中国普通民众的身家性命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能够引发更多人提前采取预防措施 好 今天就这个问题再来讲一讲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粮食储备 粮食储备是分三个层面的 第一个是国家的粮食储备 第二个是商业机构的粮食储备 第三个是家庭的粮食储备 先谈国家粮食储备 过去国家的粮仓是乡 每个乡每个县都有的 后来到了90年代 2000年代初的时候 乡线这两级的粮仓 逐渐的就撤离了 现在只有地级市和省会城市 它有国家在那建的粮仓了 而这个粮仓里面有多少粮食 这一直是一个秘密 是一个顶级的国家机密 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事例当中知道 国家粮食储备是非常非常靠不住的 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 朱镕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曾经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要求国务院发文到各地的粮食系统 要求他们一定要做到 这个粮食账面上的这个数字 和粮仓里面的存粮一定要相符 而且他还给他们发了一个特色令 说如果是不相符的话 不要紧我原谅你们 只要你们报上来就行 那么各地的这个粮食系统的那些官员 虽然接到了这样的设令 但是他们绝对不相信 所以他们还是继续的弄虚作假 那有一个安徽的某个市的 那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他们为了应付朱镕基的那个检查 他们把各县的各乡的这个粮食 全部在短期之内 全部拉到了一个仓库 当朱镕基检查的时候 一看仓库是满的就很满意的走了 但是后来被两个作家写了一本书 好像是中国农村问题调查 这样一本书把它揭露出来 那两个作家后来也遭到当地政府的迫害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明在中共体制内 这个贪腐已经是完全失控的 即使是那个总理想来管这件事情都管不到 最后朱镕基他也承认失败了 他刚开始上台的时候说准备了100口棺材 99口给贪官 最后一口留给自己 我看到那100口棺材呀 最后都给了谁呢 就给他那些反抗社会不公的人 那些揭发贪腐的人 而那些贪官呢 包括朱镕基自己都过得很好 这个国家粮食系统 现在我们谁都不知道 他到底有多少存粮 有一个人曾经给大家发过警告 这就是中国最著名的农业问题专家 农业科学家 袁隆平院士 袁隆平院士几年以前就向大家发出警告 说这个国家现在已经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粮食危机 随时都可能爆发大饥荒 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做出准备 袁隆平老先生呢 那是非常有责任感的 有担当的一个知识分子 他发出的这种呼吁 那不是空穴来风 一定是知道 现在我们的粮食系统 粮食供应系统 粮食储备出了大问题 那国家粮食储备靠不住 有些人可能就怀疑说 中共啊 他再邪恶 他难道能够在粮食这个问题上面呢 掉以轻心吗 这可是关系到 十几亿人生死从亡的问题啊 他们怎么会邪恶到这个程度呢 如果大家不相信中共的这个邪恶 那么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 看看历史上 他们能够邪恶到什么样的程度 他们一上台 就在和平时期杀掉了八十万 曾经为国民政府服务过的 已经归顺了这个共产政府的这些人 八十万人头落地 又杀掉了一百万 地主和富农 最优秀的农民 农村文化传承者 农村社区的组织者 又用欺骗和暴力的手段 剥夺了所有民族资本家的他们的财富 他们可以在风调雨顺的年代呀 制造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让三千多万人饿死 他们可以发动文革 让数千万人 让数千万人受到迫害 在八九年的时候 他们可以用机枪和坦克 对付和平请愿的学生 到九十年代 他们可以让几千万工人下岗 而自己呢 却在大肆地瓜分国家的财富 到了两千年代 他们让数亿农民工进城 给他们非常低的工资 歧视他们剥削他们 廉价地出卖他们的劳动力 用他们的血汗 制造所谓的经济腾飞 赚取大批的外汇 同时呢 他们又大肆贪腐 各大家族 瓜分整个国家的财富 然后把这些国家财富 转移到海外 他们这些事情都做得出来 贪污一点国家粮酷的粮食 对他们来讲 有什么心理负担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忧患意识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尤其是那些城市的 这些中产阶级 如果你们总是 有一种岁月尽好的情怀 认为呀 这个世界太平无事 那么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我们是被一个诽谤统治者的 我们是被一伙强盗统治者的 而这伙强盗随时都有可能要我们的命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不要相信这个体系 一定要自救 那有人说了 那还有商业储备系统呢 大家都知道啊 现在这个商业储备系统啊实际上也是属于啊这个国营企业的这个体系的他们本身呢也是体制内的一部分那些管理这个商业体系的那粮食储备系统的实际上也是中共的这个体制内的一部分 也是贪官污吾力 全部加起来还不能够维持两个月的粮食消费 那么我们是不是处在一种危急之中呢 现在啊这个贸易大战啊 那这个贸易大战啊 如果这30%的粮食价格大涨 那么就会引发全面的这个粮食涨价 引发全面的食品工业产品的涨价 引发呀 最后引发通货膨胀失控 引发人民币汇率爆跌 我们如果是人民币汇率爆跌重蹈当年呢 苏联倒台以后啊 卢布爆跌的那种景象 那对中国人民来说 那就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大家要记得啊 俄罗斯当年呢 他们的粮食可是不需要进口的 他们是实现粮食自己的 所以说他们的灾难呢 他们那个卢布贬值 最多就是让大家没有东西用 不能够到外国去旅行 但是对中国人来说 人民币暴跌就意味着 大家这个没有粮食吃 大家就会饿肚子 就意味着大饥荒 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我想奉劝大家 如果你没有忧患意识 至少要有一个保险意识 大家都有房子啊 有车 你的房子是不是要买房屋保险呢 你的车是不是要买汽车保险呢 大家平时也没有生病 但是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也要买一个健康保险呢 医疗保险呢 为什么呢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意思嘛 所以说呢 这个粮食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也要买一个保险呢 怎么样买保险呢 就是储存粮食 你就把储存粮食当做一种保险来做 每一家呢 花个三千块钱五千块钱 保证你一家人 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够维持一到两年的生存 这是不是一种保险呢 有这种保险意识 是不是才能够称作一个现代人呢 那么现代人 现代城市的中产阶级 是不是应当具备这一点基本的保险意识呢 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买呢 当然现在大家可以到超市里面都能买得到 万一出现了 各地出现了粮荒 超市里面买不到的情况下 到哪里去买呢 大家可以到农村去买 现在趁着人民币还没有大幅的贬值 希望大家尽快的 尽快的抓住这个时机 到国外去买 现在请在国外的朋友帮你代购 那么在边境地区的 可以到越南 可以到缅甸 泰国 这些地方去买 大量的我们自己民间的进口粮食 然后储备起来 应付将来的不食之需 买各种各样的食品 那么最重要的是要买主食 主食呢 是能够维持这个人的生存的最重要的一种食品 那尽量的就买主食 哪些是主食呢 大豆 给大家提供蛋白质的 面粉 最好是全麦面粉 因为全麦面粉呢 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纤维的含量也比较丰富 即使是仅仅就吃全麦面粉 人也可以活个一两年 营养是没有问题的 玉米 大米都需要买 很多朋友 尤其是城市里面的朋友 非常这个疑惑的是 说买这么多粮食 怎么储存 在什么地方储存 第一个是粮食 一定要干燥 你买了粮食以后 一定要想办法让它晒干 晒干了之后呢 最好是用塑料口袋 那种 这个比较厚的那种塑料口袋 把粮食装进去 尽量的装满 然后呢 再把这个塑料口袋呀 密封 用电运斗就可以密封了啊 用电运斗把它密封 密封起来之后啊 你放到床底下 这样呢 一个床底下 至少可以放个几百公斤 这就没有问题了 很简单了 非常简单 那如果是你要想更保险一点 那就要在这个粮食里面呢 放上花椒 在放在把这个花椒放进去之前呢 要稍微在微波炉里面呢 加热一下 让花椒的那种呢 那个气味呀 挥发出来 这个花椒的气味呀 是可以驱赶虫子的 是可以杀虫的 有些朋友呢 也可以用这个艾草 把它干燥之后啊 把它放在粮食里面 把它放在粮食里面 用一个小布包啊 把它包起来 把它放在粮食里面 艾草也是杀虫的 那么 保证这个粮食啊 不生虫 它就可以放的时间比较长 一年两年的储存 是相当简单的 同时呢 大家可以不断的 把这个粮食买了以后啊 不要放在那儿就不动了 那么你每个月 还是要新买粮食 把新买的粮食再储存起来 把过去买的那些啊 拿出来消费 拿出来吃掉 这样子呢 就不断的浓坏 总是保证呢 有一批粮食在那儿 维持今后整个家庭 一年两年的消费 有了这些准备工作 那么无论这个中共政权 多么邪恶 多么无耻 那么我们至少是 能够在一个乱世啊 能够活下来 能够活下来 我们就有机会啊 重建这个国家 当我们把中共赶走之后 我们和我们的家人 和我们的朋友 亲戚 就能够重建这个国家 有一个网友啊 也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是我一家 存的粮食 到时候真是乱世到来的时候 其他没有粮食的那些人呢 他不是要到我家来抢吗 那我不是更不安全的吗 这个问题提的非常的好 在一个乱世当中啊 仅仅存粮还是不够的 一定要一定要团结更多的人 一定要形成组织化 一定要推动更多的人 更多和你在同样处境的人 有同样要求的人 大家要抱团 在一个乱世当中 只有那些啊 加入一个组织的人 只有那些啊 跟别人抱团的人 才能够保护自己 才仅有的 仅仅是财富 仅仅是粮食 不能够保证我们的生存 这个组织工作 从现在就要开始进行 你比如说 你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亲戚 朋友 同学同事 街坊邻居 你信得过的人 和这些人呢 要抱团 那么抱团的第一步 就是要跟他们的宣传鼓动 就是要给他们烦洗脑 中共过去啊 对他们进行了所有的洗脑 让他们相信 中共啊会照顾他们所有的一切 现在啊 很容易 你就给他们烦洗脑了 因为给他们举几个例子 他们就会让他们知道 中共实际上 他们是绝对不顾人民死活的 那么人民要想活下去 要想生存下去 要想今后啊 应付今后的那个乱世 那么就一定要自己啊 抱团自保 一定要自救 所以有这种烦洗脑之后啊 第二步就是要督促他们行动 你买粮食的时候 也要推动的他们 也要去买 你储存粮食的时候 你要推动他们去储存 大家都来储存 那么这个粮食的这个储存的量啊 就会大增 大增了之后呢 今后这个就会大家会一起能够啊形成一个自保 那么所以说第三步呢 就是说大家买了粮食之后还要立约 要形成一个团体 要形成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圈子 这个圈子之后 之间呢 大家要有一个约定 就是一旦将来呀 乱世到来了 大家要互保 要互相帮助 互相支持 要形成一个联盟 如果你是在你的这个大楼里面啊 有数家这样的人形成一个联盟 那你整个的大楼啊 就被你这个就变成了你们的一个堡垒 那就这就安全了 你们可以互保 这样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们 那些散兵游泳地痞流氓 就没有办法来抢你们的 因为你们因为有组织 你们的人多力量大 别人就没办法来抢 那第四步就是真正的 当这个乱世真正的到来的时候 你们还要带领所有的人一起来抗争 一起来抗争 这个乱世很快就到了 只有把这个政权 把这个邪恶政权把它给推倒了 大家才有未来 那一旦这个邪恶政权推倒了 那么所有的西方国家 那些所有的那些产粮的国家 我们都可以去跟他们谈判了 我们中间没有这样一个巨大的障碍 就是中共政权这个障碍 我们的人民 我们将来组成的新的地方政府 这个中央政府 全国政府 联邦政府 就可以和这些国家谈判 我们中国人非常的勤劳 我们能够创造很多的财富 这个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 当中共不存在的时候 我们这个国家的信誉很快的恢复起来 哪怕是那个时候 我们一分钱都没有 但是全世界都会向中国来投资 全世界都会向我们中国来输送粮食 那个时候粮食危机就彻底的解决了 所以希望大家记住 一边一定要存粮 一边一定要进行社会组织 从最基层开始 从我们自己开始 从现在开始来进行组织 组织自己的团队 组织自己街坊邻居 亲戚朋友 同学同事 来应付未来的那个大变局 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大饥荒 大灾难 今后一旦这个大饥荒 大灾难来临的时候 大家要一起抗击这个邪恶政权 尽快地把它推翻 推翻得越快 我们的危机 过去的越快 我们的转型越顺利 我们的生存的机会越大 我们未来越光明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